大同股東會上 股東掀翻桌椅 衝上發言台 與現場保存爆發激烈 肢體衝突 場面相當混亂 衝突瞬間 全被後方股東拍下 而在台下更是早早就有人 拉起黃布條抗議 好多人股東會竟然上演 全五行就是因為大同董事長 林國文彥在會議剛開始 就宣布只給兩分鐘的投票時間 導致現場小股東不滿 要求投票時間延長到五分鐘 而早在會議開始前 就有許多市場派股東 不滿大同經營 要求解任三名獨立董事 卻遭到公司提案反制 也為衝突邁下伏筆 同時股東的名嘴蔡玉珍痛批 大同經營不善又搞黑箱 而事實上大同近年來爭議不斷 旗下子公司華裔綠能 去年都因為申請重整 債務協商而雙雙下市 另一個子公司上至半頭體 也因為禁止轉付 六月二十六日即將下市 而這些子公司 也持續拖累大同業績 經營權之爭公司派 市場派嚴重對立 股東會上直接爆發衝突 加上大同公司截至今年 已經是第十八年未發鼓勵 經營績效不張 難以平息股東怒氣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